自从满大街翻拉移动开始 我的生命值和精气势一直在下降 导致我现在走路摇摇晃晃的 体温也逐渐下降 快要被冻僵了呀 得赶紧找个取暖的地方了 不然一会儿要冻死了 这小吃汤都锁门了 没办法买酒喝了呀 啊 我快要不行了 保持舒适的温度 一旦你冻僵 你的健康会开始下降 我的体温下降到了零 健康迟异下降中 疾病在找你的路上 如何恢复 待在暖和的地方 食物和酒精也能为你带来温暖 食物和酒精商店都有卖的 我身上还有点钱 肯定够了 赶紧去找个商店买点吃的吧 这里有两个电话亭 看看里面有没有钱 现金加五 现在我们有64块钱了 可以大摇大摆的机商店买东西吃了 但是这些商店为什么都关着门啊 不应该24小时营业的吗 我感觉我快要不行了 生命值已经见底了 前面就是超市了 好像没关门啊 啊 我死了 就死在了商店门前 复活以后 我发现我身上的东西全都没了 但是钱还在 我特意去查了攻略 可以去找路人去乞讨 对呀 我们玩的就是乞丐模仪器啊 前面正好有三个人 我们去问问吧 这个人表示无语 另一个让我走开 这个男人也无语 这个我快要冻僵了 又要冻死了 商店里加体温的酒太贵了 我总共才89块钱 果断放弃 练寻他法 感谢前面这个戴帽子的有钱啊 去问问他 跟他聊聊 百分之十五的机会 92块钱 发财了呀兄弟们 猪大哥越来越有钱 再跟这个大哥聊一下 直接乞讨 给了我37块钱 不得不说啊 这个地方的人确实有钱啊 现在我们有200块钱了 也算是有钱了呀 我又要冻僵了 而且乌路偏逢连夜雨 天还下去了小雨 我得赶紧去找个碧雨的地方了 不然一会儿又要被冻死了 前面有个桥洞子 去里面躲一下吧 什么鬼 暴徒小黑 混蛋给我根烟 我果蛋不能给啊 滚蛋 你不会想招惹我的 说话这么难听啊 我肯定要硬气一点 我没有 我那个区域要揍我 方法过来吧 我直接给他一拳 哇靠 你居然有武器 一棒子打我29滴血 太狠了吧 我打你一下才40滴血 对不起对不起 给你钱给你钱 哎 60块钱直接就这样被抢走了 我太难了 你们是不是又要问我 为什么在翻拉一桶 那肯定是翻拉一桶比较安全呀 嗯 来了个小姐姐 是要送给我钱吗 曾经有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 住在一个拖车里 他是流浪汉的鼻祖 他是个传奇人物 看来这个小姐姐对流浪汉很友好啊 那就乞讨一下吧 我去 居然让我找别人 那就别怪我了 我直接偷窃 柠檬画像餐县 我果断偷这个画像啊 哎 待会儿 警察 我因为犯罪而被逮捕 我服了呀 偷东西又被逮住了 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牢房了 正好在这里解决一下生理需求吧 流浪汉在这个城市里太难生存下去了 有小户户还有警察 钱要发财太不容易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别忘了点赞关注 拜拜